在我身后的这些榴莲呢 就是时常我和你们说的 我站在上方来说人生有多长个五年 现在我带你们来看这边 这里的视频我好像从来都没有拍过 很久了 以为是13年前了 今天我们再来看看这些树的状况 我平常呢就是站在那个高度的往下看 就是告诉你们人生多长个五年的 然后这个树直接拍给你们看的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来到最底部了 这里有榴莲树 所以这里的水全部是往这里走的 所以你看这里的泥土都是粘性的 都是比较粘性 然后这些都是去年树了 去年树 有开化结果了 不多 有开化结果了 然后我们再往下看的 你看这边呢 还有积水 昨天才刚下雨 那还有水 水路是往这里去跑 往这里去跑 所以你看我们这边就没有种下东西了 就给它宽阔 然后这里有一些榴莲树 这些轮胎呢之前是在这边呢 之前崩塌了下来 也放着也没有去理它 其实是要搬走了 叫圆孔搬走 然后这个你看它的根是否则上面的 这棵树的状况就还可以接受 还可以接受 要做一些修枝 修叶子 然后种一些古叶病 这个容易抢救 接下来这边呢 这棵也是一样 这棵呢我相信根部有被盖过了 所以它的树没有那么漂亮 所以这个可能也是要叫它们娃娃开 给它的根透气 然后接下来这边走呢 你看得到也是有果实的这个榴莲树 在它隔壁呢之前也是有一棵的 完蛋了 所以我们补种 你看我们也天高的泥土才来种 然后水呢 到时候那边所有的水就会流这边 往这里走 因为我们的水池呢 就在另一房这里也开了沟气 开了沟气 水就会流去那边 你看那边有个池塘 这里的榴莲树也开花结果 不多 全部不多 这里也是开花结果的 整体还可以吧 还可以 可是 可能就叫员工的泥土 挖低一些 然后再往前走 我们看看 这里也是有一棵 一样时间重了 可是你看那么小棵 因为生病了 你看到 到那么深了 你看到吧 它的菌药啊 之前的种 之前种的菌啊 你看伤到那么深 挖到那么里面 所以这棵树呢 还可以这样 健康的长大的 真的是奇迹 可是你看得到分别吗 它生病的 抢救 和这个健康长大的 那么大棵 它还那么小棵 所以你是不是说 重新种过会比较快一些 这个你要等它康复 还要很长的时间 然后之前这边也是一棵树的 已经固掉了 因为这里都是水路 下大雨的时候 山上的水全部往这里流 然后这里的树全部这么大棵了 然后这里还有开花结果 还有果实 好了这些树 这些就是 我们的毛山王 上面也是 过去那边呢 就很多树完蛋了 过去那边 全部完蛋了 就剩下这几棵 然后这里我们就不再种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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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